桃園機場董事長楊維芙 親自召開記者會致歉 因為機場三號四號難跑到碎修 刀製航班大亂 二十號提出檢討報告 那在公司內部的話 因為這一次主要是工程部門的規劃 不夠周全 所以我們在工程副總 以及工程處長的部分 最高是各計過兩次 淘機難跑到稅修刀駿 只剩下單跑到起降 稅修之亂 影響超過五百多架次受影響 截至十八號統計 共有三百五十件求償案件 其中華航更突破三百件 所以我們已經先請航空公司 依照這個糾紛調組辦法 以及運送契約這些規定 先來妥適的處理 這波懲處名單也出爐 針對淘機公司 共有十二人在內 其中董事長還有總經理 向交通部自行處分 兩個人都寄過一次 另外寄過兩次為負責監督的工程部門主管 寄過到申界 共懲處十二個人 而機場公司針對技術面 還有行政面進行檢討 會增加短中時段的維護 減少長時間的封閉跑道 也會選擇在離瘋的時段實作工程 都來進行專案的控管 尤其針對十二小時以上的這個維護作業 會由總經理來召集成立專案小組 說實在這個這個處罰會處罰 但是的確他們過去的表現也非常好 那請國人也多體諒 交通部出面緩加機場人員相當辛苦 如今稅修之亂公佈懲處 陶基公司親上火線 在一個月內提出檢討報告 要挽回國門名譽 華視新聞劉俊男 由於華桃園機場報導 到了 您的意思是 我們來看看